大概在256左右 平均每年大概下来就3点多利率 如果看网上的信息的话 10多万的价格 你就能买一辆豪华品牌的BD车 我说的不是凯亦达克 目前咱们XCL这款车 终端优惠能给到多少 低配的大概在21左右 P250这个版本大概是 大概得在22万5左右 这是裸车价格 对 裸车价格 全部落地的话 这两款大概在256左右 然后22款还有限车吗 目前在售的22款已经没有了 那现在XCL有什么金融政策吗 厂家的一些补贴政策 当然没有像早前的免息政策了 你像补贴完了之后 平均每年大概下来就3点多利率 还会有一些店里的塑销政策 比如您做分期 还能再多给您补贴一步 咱们在保养保修上面有什么 有的 当然这已经需要跟销售工去谈 还有自己的衍生服务 目前鞋豹的XCL只有两款车型 在卖P200和P250 两种动力各有一款车型 那么现在在售的2023款车型 相比于2022款车型 配置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像P200的版本 它拿掉了后边的备胎 给你换上的4条缺气保用的轮胎 P250的版本也是把4条轮胎换掉了 同时控制空调的5.5英寸屏幕 给你换成了标配同时 也给你标配了自适应巡航 但是价格稍高了3000块钱 那么P250的版本 相对于P200的版本的价格高了3000块钱 除了动力上多了50匹马力之外 车里边的配置也给你做了全面的提升 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 P200和P250两个版本 我肯定更推荐P250的版本 价格上差了3块钱 除了动力提升50匹以外 内部的配置也做了一个全面的提升 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 那么买P200的人也不用太担心动力 因为奥迪A4卖的最好的40TFSI版本 宝马3系卖的最好的325L2 动力都不到200匹 其实买XEL的只有一种人 那就是喜欢XEL的这种调形 或者说是欣赏那种英轮范儿 像什么全铝车身双XB的悬价 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 说白了就是喜欢 那么买截报的人 他们也明白BBA在品牌力上肯定要更强 但是那些花40万买34C的人 是因为他们只有40万 而花30万买XEL的人是因为XEL只卖30万